大家好 內地方面五日黃金周的假期就完結 其實明顯港股的成交量亦比在內地放假前 其實是為之高 去到1500億樓上 但點數的變動或幫助暫時不算太大 因為見到今星期的港股都呈現一個很窄幅的波動 其實點數的位置暫時未曾脫離50天線的阻力位置 現在50天線在28864點附近 當然四月開始在50天線附近的阻力比較明顯 可否有一個比較好的突破 現階段就等科技股開始發力才有機會 因為今星期新舊經濟股份輪動當中 你看到整版的科技股 其實走勢上真是一般 但傳統類股份當然是一些資源類股份 今星期繼續跑完大市 一些貴金屬或油的相關股份繼續追贏 當然現階段資產復甦 在國外或內地方面未見大幅收水行動 所以市場方面資金有的 只是大家投放的板塊 現在來說對科技股的信心 暫時市場都明顯是未曾回來的 所以說博科技股可能要有一定的支持課耐性才行 和去年玩法不同 因為去年持有傳統性股份 大家要有耐性等 現在差一些科技股份真的要等 等甚麼呢 就是等內地方面在一個月自查的情況完結了 一些罰則可能要罰出來之後 偵測上明朗了 可能才會有新一輪資金追入的情況 現階段大家都要關注內地方面的偵測 但若果你會知道 當然美股持續破高位 港股近期說要跟跌就不跟升了 其實形態上過開始後 大家都見到都是跟隨著內地股市表現為主 隔晚美股的表現會影響開市期間的狀況 所以我想現階段也是 維持一些傳統類股份 繼續排行為恆指的表現 而恆指方面短期的波動區間 維持在28,000點至29,000點的區間上落